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贝克街公馆 干嘛 干嘛 我试试 我是一个侦探 第一 不要拉窗帘 天黑以后 不要随意走路 情侣 在尽快离开间店 我觉得有一种不妙的感觉 哎呦 那把我拍的美眉的 走吧 你们这是新来的两位客人吧 是 我们今天上午白天在这边举办婚礼 邀请你们今天晚上来吃我们这个酒店的豪华夜宵 可以吗 就在晚上11点在酒店的餐厅 一个小时之后 好了好了好了 我说新郎虽然你今天结婚 但你这脸画的未免太白了点吧 你这个人 其实你比较白 对 你们俩在站在干嘛呢 还住不住了 走啊 拜拜一会儿见 恭喜 任劳 恭喜早餐柜子 谢谢 谢谢拜拜 来来我们到这边 好 我总觉得这一期 你放心 老板你好 这是我们年轻帅气有多精神的老板 他是老板 不好意思 刚刚不小心你打发了一个番茄酱 番茄酱吗 祝你们入住愉快 好 请 这间房 喂 两个过来呀 嗨 十一点到了 对我们一起去餐厅吃夜宵吧 走我带路 就在前面 快点快点 人到齐了 我们就可以上餐了 饿死了 我还准备了一些蛋糕啊 这怎么回事 天哪 这是我新娘的头伤 你快过来看 快过来看 这是我新娘的头伤 你冷静点 冷静点 这是她的外套 这是她的外套 现在是不是变成害了 你冷静点 她肯定是被人害了 她肯定是被人害了 你冷静一点 冷静一点 天哪 这是她的头伤 你先冷静一点 别动别动别动 你冷静一点 这是怎么回事 她人不在 你不要担心 这说定不是她的血 这肯定是她的 你看这都是她的东西 她的人呢 她的人呢 你冷静一下 我才被你这个鬼给吓死 这怎么一次血啊 怎么回事 你们酒店是不是有问题 有什么问题 是不是你干的 你也拉我 我什么时候 我这不刚进来吗 你先冷静下来 人都没有出现呢 这怎么回事 你刚什么时候看到你老婆呢 我 我 看我们十点先见的 然后呢 对 她去哪了 然后 让我想想 我 我 这个大活人不见了 会不会让什么东西给带走了 吧 什么 哼 我早就说过 这个酒店被人吓唬 什么诅咒 就是 情侣要尽快离开 你看看 你看看 老板 怎么回事 是不是你干的 你过来 我老婆去哪了 我老婆去哪了 是不是你干的 新娘消失了 这 这该不会是之前的传说 消失了新娘吧 啊 还有这个传说啊 是什么 说来今天 什么传说 就是 入住在我们酒店的情侣 要尽快离开才可以 要不然 新娘就 容易消失 也就是说 他如果真的消失了 这一亿一千万元的资产都是你 对吧 我是准备要绑架的 金娘神秘消失 这样有可能是被吸血鬼激光的事 他就是个骗子 我是很像一个小白兔啊